凤凰网娱乐讯12月5日凌晨 伊能静通过微博分享了观看寻梦幻游记的感想 在戏院爆哭 感觉自己太矫情还稍微忍住 电影播完没有人走出戏院都安安静静的听着片尾的歌 回头看发现戏院哭倒了一片 感觉自己没放声大哭太亏本了 并且到自己最爱的几句台词 在爱的记忆消失以前 请记住我家人是比梦想更重要的事情 可以不需要原谅但不应该被遗忘等 伊能静微博截图 网友们纷纷表示疯狂打电话 米丽妈真性情认真看完了写得好棒 伊能静微博原文 看寻梦幻游记在戏院爆哭 感觉自己太矫情还稍微忍住 电影播完没有人走出戏院都安安静静的听着 片尾的歌回头看发现戏院哭倒了一片 感觉自己没放声大哭太亏本了 还是那妖荡总能触动你心底柔软的深处 他们的电影总有关于家人的爱的主题 区别迪士尼要靠王子来救了公主 为了显示公主雪白而黑化的后母 皮克斯的动画电影更趋向人性 正嫌没有那妖简单划分能拯救你的始终是你自己 电影里的母亲被父亲伤害后整个家的规则都必须顺着那个伤害 好多人以为家庭是父母和孩子的亲子关系 但真正组成家庭的源头是夫妻啊 夫妻因为相爱有了孩子才成了家 庭才有了亲子关系 好多人爱父母而亲夫妻关系 但没有好的夫妻关系 怎样可能有美好的家 有智慧 却相爱的父母是多妖珍贵 上一代的伤害下一辈必须世世代代承担 电影说的是遗忘 但是也看到了原谅的珍贵 电影里的小男孩说他不要家人的在乎 他只要做自己 那句话伤了家人的心 但他忘了家人才是那个无条件在爱他的人 哪怕是方式错误 从扣克童年和父亲的合唱开始大哭 看到最后一段祖孙合唱哭得更凶 那句电影的语言一直在脑海里 人生的终点不是死亡 而是遗忘 在爱的记忆消失前 请记得我 能让这一生不枉此极的 是你永远会记得你被爱过 也爱过 米丽妈最爱的几句台词 一 在爱的记忆消失以前 请记住我 青春期跟家人斗争 我一直想 我死了也无所谓 没人在呼 我是多余的 但看完这部电影 时格纳要求 又再次想起这个问题 现在我非常确信 我离开这个世界时 会有人记得我 因为我知道我是怎样的爱着我的宝贝 我知道妈妈给的爱 即使只剩记忆也能能温暖他们一生 二 家人是比梦想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要问我为时 要不走红毯 不每天赚钱代言 不拍戏 因为我曾经拥有梦想 却没有人分享 当我入围最佳女主角的时候 我没有家人可以打 一通电话去报喜 每一次飞机落地时 没有人在等我报平安 我知道梦想很珍贵 但家人的爱更无法取代 那让我知道我的努力有意义 那让我害怕死亡 因为知道有人在等待 对我来说 家人不是比梦想更重要的事情 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我的梦想 三 我受够了征求同意 我不要循规道具 我要跟随自己的心 我的确叛逆 现在也一样 去上吐槽大会 主持人说你都是当奶奶的年纪了 我说对 在经历那腰多事 我应该看淡人事 但我没有 我还是一样有能力爱 我还能自然怀病 生完胖成猪还能三个月减二十斤 而且脸到能做四十个挂带 引体向上也能做你做不 道的 我从来没有因为年龄或耳语放弃 做自己 我的生命只浪费时间给自己 如果你不满对我 我高兴就对回去 因为我不会在我的孩子被欺负时 说算了 躲开就算了 别跟他们计较 我不会用习世宁人的态度去教我的孩子 我会告诉他们这世界上你没有伤害任何人 所以别人也没有权力伤害你 如果你被伤害要勇敢说出来 因为那是你内心的声音 你知道你没有做错 吃药 你不需要为了讨好别人 选择循规道具的忍受 只为让大家满意 四 可以不需要原谅 但不应该被遗忘 父亲离开那夭早 如今的我没有遗忘 也发现没有资格去原谅 他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时代 形成了不成熟的他 遇到凡事忍耐 埋在心里的母亲 一切都是命运 我不知道如果是我 我会不会做的比父亲当时更好 他没有给我家庭 却让我知道家庭的维护需要智慧 不仅仅是爱 五 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 记得你 肉身会消失 但爱会永远在 就像电影里离家后消失的父亲 就像我的父亲 在对他那要少的记忆里 我始终相信 他神爱我 我爱他 哦